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今天老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述的案件 是发生在东北黑龙江的黑河 这个地方面积相当大 它是地广人稀 属于中国的东北的边疆地区了 在1981的那一天 在这里发生了一起特大的恶性杀人案件 导致了21人死亡 两人重伤 而案件的起源 竟然是一件看起来非常无厘头的小事 话说呀 新年期间的一天 这里的老百姓们流行穿门 所以熟人之间都开始相互的拜访 就在这一天 21岁的年轻工人王浩 带着他19岁的弟弟王波 就去邻居李建刚里这家里去穿门了 这是一个地质队家属的宿舍区 大概一共有200多户人 分散成了几块区域居住 宿舍区啊 居住的都是地质队的队员和他们的家属 李建刚和他老婆呀 今年都已经是40岁了 生有两个儿子 而王浩和王波的爸爸老王啊 也是40多岁 是李建刚的公友 在王家兄弟上初中的时候 他们老爸呀 因为癌症去世了 后来呢 王浩高中毕业 18岁的时候 就顶了父亲的职务 成为了一名地质队员了 这个时候呢 王浩啊 刚刚工作了三年 他弟弟王波啊 也才19岁 由于成绩不好 就留了急 现在还在高中就读呢 李建刚这个人呢 和王家并没什么接触 也没有太多的感情 但是呢 李建刚的老婆不一样 他老婆和王浩的母亲呢 关系不错 而且呢 是同龄人 又都是本地人 那在这里要多说一句了 地质队员呢 很多都是外地人 招工以后呢 分配到这里工作 他们的媳妇啊 基本上都是本地取的 所以啊 女人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非常不错的 李建刚的老婆呀 是一个热心的女人 体型微胖 身材丰满 为人是大大咧咧的 像个老爷们一样 而王浩的母亲呢 则是瘦小苦干 体弱多病 丈夫不到40岁啊 就已经死了 使得这个女人的精神上啊 深受打击 又加重了病情 平时呢 王浩他老妈呀 就是病歪歪的 隔三差五的 去医院里住一段时间 李建刚的老婆呀 是一个热心人 大家都是门口门的邻居啊 自己大儿子 又和王波是同班同学 所以呢 对他们不错 王浩的母亲 住院期间呢 李建刚的老婆 就往往呢 将这个上次初中的 王家兄弟啊 带回自己家去照顾 和自己两个儿子 一起呢 吃饭睡觉 有些自私的李建刚啊 对这个事啊 挺不满意的 但是呢 平时呢 他忙于地质勘探 经常几个月不回家 也就管不了 妻子的事情了 所以呢 王家兄弟啊 和李建刚的老婆 非常的亲 一直呢 喊他叫小姨 只是呢 李建刚的老婆 越来越觉得 这个王刚啊 王浩啊 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呢 这个小王浩 从十二岁到十六岁 很多日子 都是在李家度过的呀 一年总有那么 一两个月的时间 你别看王浩的年龄小 可是他这块头 却很大呀 身高一米八五 手脚很长 肩膀很宽 如果不是 看他那个 还有一些幼稚的脸呢 从远处看 这就是一个傍脚伙子呀 而李建刚的老婆 一直把王浩啊 当做小孩子 还是当年光屁股 满地爬那个臭小子 当地的风俗啊 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再加上李建刚的老婆 又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人 很多时候呢 并不避讳王浩兄弟 夏天的时候 家里就只剩四个孩子了 没什么外人了 李建刚他老婆呀 东北女人嘛 非常豪爽啊 往往就穿大背心 穿大裤衩 胸招也不带 在家里啊 进进出出的 做家务 他当时呢 三十多岁 并不显老 而且呢 他又是那种 微胖 丰满的女人 哎 这种女人 对于这种啊 年少的青年 而且是性懵懂 而且又有性冲动的少年来说 这可是一种 非常可怕的诱惑呀 就在王浩十二三岁的时候 李建刚他老婆呀 在家里冲联 也不太避讳 这王氏小兄弟 认为这两个 就是小孩子呀 他经常是半路的身子呀 走出浴室的小房间 堂而皇之的 到卧室 穿上衣服 这些呀 都被小王浩偷偷的 看在眼里 自然而然的 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姨 就成为王浩啊 第一个性幻象的对象了 其实要说很多男人呢 都有这个阶段 只是绝大部分人呢 只是单纯的一言而已 长大以后 就完全的忘记了 没想到啊 这个小王浩 却不是这样啊 他一直的牢牢 将这个体态丰满的小姨 记在自己的心里 只是呢 不敢有什么表示 在想王浩十九岁 也就是他刚刚工作几个月的时候 他的母亲呢 久病卧床 终于去世了 王家兄弟还小 也是李建刚老婆出面 帮助他们料理了后事 丧礼结束后的当天晚上 王浩就出面啊 卖了一些熟菜和酒 就在家里啊 请小姨一起吃饭了 作为感性 已经四十岁的李建刚的老婆 并没有多小 他认为啊 王浩这孩子懂事 所以呢 也就来吃了 李建刚的老婆 是东北女人 颇能喝上几杯啊 酒过三旬 王波和李建刚的两个儿子 都回房间里去睡觉去了 就是剩下小王浩 和他小姨 两个人了 也许就是 对他小姨的感激 也许是酒后乱性 王浩突然上去 一把就把李建刚的老婆 给搂住了 双手在他胸前 就开始乱摸了 这一下 把李建刚的老婆 吓得个不轻啊 差点就大喊救命 李建刚老婆好不容易 把这小王浩也推开 吓得是脸红脖子粗啊 一时之间呢 也不知道说什么事好了 没想到 这边啊 王浩是扑通一声 就跪倒在了他的面前 和这个李建刚老婆说了 小姨 我一直都喜欢你 我想娶你 我知道李叔叔对你不好 还经常打你 你别和他过了 你和我过吧 我已经工作了 我可以赚钱养你呀 哎 要说呀 这小姨和他妈一边大年纪 你说如果是在法国 你们知道这个总统 马克龙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吗 比和他的二十几岁女人结婚了 所以呢 在法国这可能是一件浪漫的事 但是在中国 在大东北 这个事 那这个王浩说出来 这不就是开国际玩笑吗 如果这个李建刚老婆 四十多岁的老女人 和邻居家十九岁的小伙子结婚 恐怕呀 不仅仅是整个村子 整个县城 整个全中国老百姓啊 可能都会轰动了 这两个人可能就会彻底的沦为笑柄了 而且啊 李建刚 两个儿子 还有他自己呀 面子上 也别想挂得住了 更何况啊 李建刚的老婆做梦也没想到 去同王浩 这个一直被当做儿子人去结婚呢 所以呢 在李建刚 他老婆看来 这王浩提出这个建议啊 那简直就是形同乱伦呢 所以 他历生呵斥了王浩几句 说他是喝多了 让他不要说话 不要乱说话 说王浩今天说的话 他就当没听到 也不许他对别人去乱说 从此以后啊 李建刚的老婆 就很少和王家兄弟接触了 心想反正王浩已经工作了 他弟弟王波也17岁了 也是大棒小伙子了 有私利能力 就不需要他这个小姨去照顾了 同时啊 王浩参加工作以后啊 也是经常连续几个月不在家 同李家呢 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有什么密切的接触 到了1981年 王浩过年的时候 却突然带着弟弟啊 来李家串门了 时间过去了 整整两年时间 李建刚的老婆 认为这个事情 已经过去了 就很客气的呀 接待了他们王氏兄弟 九族饭饱之后 李建刚的老婆就把王家兄弟送出门了 这里的房子呀 都有院子 他们三个人走到院子门口 正准备客套一下 就分开 也许是因为这一次又喝了酒 王浩啊 再一次上去 就把李建刚他老婆给抱住了 又说了 小姨 这都两年了 我呀 没有一天不想着你的 你不要嫌弃我年龄小 你跟我吧 我真的喜欢你呀 这是在路上 再夹着旁边还站着他的弟弟王波 李建刚老婆顿时用力 试图啊 推开他 赶快回到屋里去 可是我说了 这王浩大小伙子一米八五 块头大 力量足 李建刚他老婆呀 一时半会儿啊 竟然是挣脱不开呀 接着呀 王浩啊 就朝着这个女人的脸上 就亲了过去 这时候 对面的一户邻居家院门被推开了 走出来一群人 这一群人呢 是附近的冯家 徐家和周家 三家邻居 正好过年了 互相串门 约着去张家呀 去打麻将 这麻将打完之后啊 三家人呢 就一起离开了 这一群七八人走出房门 惊讶的一见到王浩啊 抱着李建刚的老婆乱亲呢 见到被许多人给看到了 王浩也觉得挺丢人的 就放开了李建刚的老婆 带着的弟弟迅速的离开了 满脸羞愧的李建刚的老婆 也急忙关门回到了家里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这种陶色新闻 一瞬之间就传遍了宿舍区 看到这个香艳场面的人 立刻就添油加醋的 进行这个胡乱的传播了 最终啊 这个传言呢 演变成了什么呢 说王浩和李建刚的老婆 两儿在道路上 一丝不画公开乱稿 正好啊 被他们给撞到了 这才慌忙的穿起衣服和裤子逃走 哎呀 谁不去想想啊 那东北啊 过年的时候 都是冰天雪地的 你就是算是大熊瞎子 也不可能 在那个时候 在雪地上去做这种事啊 但是啊 这大家伙都喜欢看笑话啊 哪里还去想什么符合逻辑 都是一位啊 兴致勃勃的四处传播着这个谣言 又有人说了 林建刚长期不在家 他老婆不愿意守活寡 所以啊 在王浩上中学的时候 就和差了二十岁的半老徐娘 搞在一起了 早就奸情了 总之啊 五花八门呢 什么话都有啊 整个地质队的宿舍区 几乎人人都知道了 这时候呢 只有李建刚 一个人呢 不知道 到了这个地步 李建刚 显然迟早都会知道的 李建刚的老婆想了一整天呢 觉得这个事啊 还得和他丈夫说呀 不然 你他老公 这种呢 这个 暴脾气的东北老爷们 一旦听到这些 不堪入耳的小道的丑闻 那回来用刀杀了他 也不稀奇呀 于是呢 第二天呢 他等丈夫啊 传门回来了 他就坦白了 当天发生事情 说自己是被王浩给调戏了 不过呢 李建刚的老婆呀 怕他老公啊 怀疑这个 李建刚老婆和这个王浩 之前就坚情 并没有说出两年前和王浩的事情 李建刚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东北老爷们 他平时没事都会去欺负欺负别人 哪里能够忍受得住 这种侮辱啊 他就回想起这两天呢 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 没事看着自己就偷偷的笑 眼神里呀 都是充满了不怀好意 李建刚终于知道 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你小子挑起我老婆 一时之间呢 李建刚是怒火攻心的 连外衣都没穿 直接就冲到了王家踢开大门 王家呀 这个时候呢 只有这个王浩的弟弟王波在家 李建刚冲入房间呢 没有找到人 王波呢 是个聪明的小伙 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问了一句 李建刚是根本没回答 上去一脚啊 就把这王波踹倒在地了 此时王浩刚好啊 走到院子门口 李建刚是二话不说 两步 踹上前去 唱着这个 照着这个王浩啊 伸手啪啪 就是两劲耳光啊 这两劲耳光打得非常的重啊 王浩顿时鼻血之流 亮亮呛呛就退到路上 李建刚这一边啊 破口大骂了 你他妈这个死小子 你敢挑截我老婆 他都特曼当做你妈了 你还做这种事 老子我今天打死你 上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啊 这王浩虽然身高一米八 是个傍大小伙子 但是一来他理亏啊 二来呀 他上来就被这个李建刚 一顿老炮 一顿老拳 给打懵了 竟然没有还手 李建刚就把王浩打翻在地 打倒之后啊 李建刚还不解气 上去啊 就用脚猛踹啊 眼线下去 李建刚这样会打死人呢 李建刚他老婆急忙 就把丈夫给拉住了 这个时候周边的几个邻居啊 也跑出来劝架了 李建刚是怒气未消啊 拉着这些邻居啊 大声控诉王浩的下流和荒唐 这些邻居一听啊 憋着笑啊 装模作样的 两边劝盒 但是呢热闹 看着呀 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好不容易 把李建刚给拉回家了 王浩被李建刚揍了呀 满头都是血呀 鼻子呀 血流不止 他只能在弟弟 王波尔的护送下 先去宿舍区呀 去这个小诊所里啊 进行治疗 李建刚出手非常的重 把王浩的鼻梁骨啊 都打断了 宿舍区的小诊所不能止血 王浩只能和弟弟啊 辗转就去了县里的大医院 除了这个鼻梁骨断裂以外 王浩呢 还被这个李建刚啊 打掉了两颗门牙 还有其他的几枚牙齿 在当时呢 这属于轻伤 打人的李建刚 是需要坐牢的 然而呢 这个王波尔代表的哥哥呀 去保卫科长老谢家 去讨论说法 这个老谢呀 和李建刚的关系呀 是不错的 老谢就和这个 王浩的弟弟王波尔说了 哎呀 你看啊 老李打人是不对的 但是你哥哥为什么 被老李打呀 你应该知道啊 是他自己不学好 年纪轻轻 就去调戏人家老妇女 不是活该被打吗 要是换成我是李建刚啊 哼 我也会打你哥呀 王波尔一听就说了 打人归打人 打几拳出了气就算了 我哥现在被打得 浑身是伤 鼻梁骨都断了 这怎么说呀 你们管不管呢 老谢就说了 这事啊 我们管不了 也没有法管 你们要么就去县公安局报案 不过这种事 我告诉你啊 县里也不会管你的 你哥哥 调戏人家梁家妇女 哼 被人丈夫老公给打了 最多呀 也就是罚款 罚几个钱而已 我看你们呢 也就啊 是去要几个钱 也就算了 这王波尔啊 就被老谢呀 一顿话说的 灰头土脸的回来了 老谢还对王浩说呀 这个弟弟啊 王波尔还对王浩说呀 哥呀 现在这个事传的 太难听了 都说是你 把小姨给强奸了 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早上 我听同学阿宝说呀 地质队长 把副队长他爸走去了 还说要开除你呢 说地质队呀 容不下你这种 没有人伦的无赖 哥 我看等到新年过完 他们就会开除你了呀 听到这些话呀 王浩彻底爆炸了 其实这个王浩 也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呢 活到21岁 他一直事事争先 从来没有做我一些 不光彩的事情 工作三年了 王浩这有工作成绩呀 在年轻的工人当中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现在除了这种事 工作没了 自己被人打伤了 还搞到了揭知相闻 人人鄙视的地步 那时候啊 是80年代 没有工职的人 那连基本生活的困难 只能去打零工 被人鄙视 王浩这个人呢 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 平时呢 也比较孤傲 瞧不起那些呀 昏昏碌碌的队员们 现在呢 他就成为了大家的笑柄 成为了一个 奸淫 可以做他妈的 邻居阿姨的大色狼 这哪里忍受得了啊 王浩就问他老弟了 是谁最开始把这个事胡说出去的 他弟弟王伯人说了 就是当时看到你和小姨的那个冯家 徐家 周家 张家 那似乎人家 他们都是我们附近邻居 王浩说 他妈的 除了这事 我是活不下去了 不过让我这么死 我不甘心 我要去把这几家人 还有李建刚一家人 全都给杀了 他弟弟王伯一听 大师一惊啊 哥 你不能啊 你不能做啥事啊 可是王浩这个人呢 他只要决定做什么事 谁也劝不住啊 王伯没办法了 就说了 哥 就算你要去杀 你这样去也不行啊 这四家 光男人就十多个 都是不好惹的 家里的砍刀 斧头 匕首什么的都有 你一个人去 还不得把你给剁碎了呀 王浩说 对 我要去 就得先去搞枪 只要有了枪 他们人再多 我还不是动几下手指的事吗 王伯一听说 哥 枪 枪怎么搞啊 王浩说 我有办法 但是你要帮忙 你敢不敢 话说呀 他们两兄弟的老妈死了之后 王伯是他哥哥王浩带大的 两人感情特别深呢 这时候 王伯就毫不犹豫的说 哥 我敢 于是两人呢 策划了一通 当天晚上 就开始行动了 当年是1981年 民间的枪支弹药特别多 枪械呀 并不难搞到 他们地制队 地处边疆 设有保卫科 办公室里啊 就有这个枪库 不过呢 枪库的钥匙啊 是由枪库管理员 老曾 保管的 王家兄弟决定啊 先对这个老曾下手 王家兄弟每个人都把一柄匕首 藏在了身上 由王浩啊 去敲这个老曾家的门 蹦蹦蹦 老曾这时候啊 正在家里呀 吃饭呢 一听到 这个王浩兄弟来找他了 惊认的问 干嘛呀 找我干什么呀 王浩就说了 曾叔啊 我家房门被人撬了 被偷了很多东西 老曾说 那你找我也没用啊 你这事得去保卫科找老谢去啊 王浩谎称说 曾叔 我找过了 老谢说他生病了 在家里也起不了床 说让你呀 先去保卫科登记 联络一下 老曾一听骂骂咧咧的 保卫科好几个人 怎么大过年让我去干活啊 还不是看我好说话呀 真他妈的呀 但是呢 说给说 无奈之下 老曾只穿上衣服 跟着王浩就走 走了一会儿 躲在附近的王浩啊 就追上来了 和两个人会合在一起了 老曾的年纪虽然比较大 又高又胖 听说年轻的时候 还学过朝鲜的摔跤啊 王浩啊 怕一个人对付不了他 所以呢 找他弟弟来帮忙 看到王浩的弟弟王波 老曾也没什么奇怪的呀 压根就没想到 自己会有危险的 走到一处 四处无人的小路上 王浩就对他弟弟使了个眼色 两个人这时候就将 自己怀的匕首 都给掏出来了 王浩率先动手 对准老曾的后背 猛的就刺了一刀啊 这是王浩啊 第一次杀人呢 没有经验 这一刀刺的时候 有一些手软 老曾又穿着厚厚的棉袄 这一刀只刺伤了他的皮肉 老曾被刺之后啊 一时之间有点懵圈啊 没明白怎么回事啊 急忙回头查看 王浩的反应非常快 再来一刀 刺中了老曾的胸部啊 不齿 这一刀刺中了老曾的要害 老曾是尖叫一声 躺倒在了地上 王官这时候急忙上去搜身 顺利的就找到了保卫科大门 和枪库的钥匙 意外的是啊 老曾的身上啊 带着一支五四式的手枪 和十发子弹 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 这老曾也不过就是个保卫干部 怎么能够把这枪支弹 要随便带回家呢 其实老刘经常一大讲大 八十年代啊 就是这样 不要说保卫干部了 就算很多机关的普通干部 那时候也是可以配枪的 而当时呢 我们国家的枪支管理啊 也是非常松懈的 很多人都会把枪支带回家 家中的孩子呀 有时候还会找出来玩耍 经常会出现意外 和伤亡的事故 所以呢 这时候王官就说了 哥这下好了呀 我们有枪了 那我们不去保卫科搞枪了吧 王浩上去数了数子弹 就说 不行 才十颗子弹 他们五家 最少有十几口人 这点子弹不够 咱俩还要去保卫科 我们有了这支枪 不难对付里边值班的人 走 就在这时候啊 倒在地上老曾 深吟了一下 王官就说了 哥 这怎么办呢 他还没死呢 我们再补一刀吗 王浩这时候啊 体现出了自己的一点人性啊 就说了 算了 和他呀 我们又不熟 无缘无仇的 不用补刀了 看他呀 自己 命啊 大不大了 于是两个人 就把老曾啊 抬到了附近 废弃的民房 就丢了进去 王浩放了老曾一马 但是最终啊 老曾还是因为 失血过多 而死去了 这是王浩 杀死的第一个人 然而杀戮啊 远远没有停止啊 兄弟两个 来到了保卫科的门口 王浩就把那把 五四式的手枪 装上子弹 打开保险 装入了一袋 随后就敲下了房门 我说了 这时候是过年期间呢 保卫科呀 就只有一个 值班人员 小徐在这里 小徐是一个年轻人 刚刚工作呀 一两年的时间 他呀 是才被安排 新年呢 到保卫科 来加班的 而小徐和王家兄弟呢 他们呢 都是同一个小学 和中学一起 读书的同学 还经常和王波 一起打篮球 这也算是半个熟人了 看到这王家兄弟敲门 小徐也没多想 赶紧把门给打开了 就在这时候 一支黑亮亮的手枪 就对准了小徐的脑袋 啊 小徐一看 大惊失色呀 腿一软 就跪倒在地上了 哀笑说 王大哥 你干嘛干嘛 你别开枪 不开枪 你想干什么 我都会配合的 王波 王波 你快帮我说句话呀 你哥拿枪指着我 怎么一事啊 咱俩还是朋友呢 见到这个行情 王波也开口和他哥求情了 哥呀 你这这不用 不用杀了他吧 王浩就说 不杀他 那你就轮在这里看着他 手枪你拿着啊 他要是乱动 你就打死他 我去枪库里找家伙 于是王波 就拿着一根绳子 把这小徐呀 就给困起来了 打开枪库的两道门之后 王浩就发现里边啊 放着几十个橱柜 每个橱柜啊 都有锁 话说呢 他连续开了五六个 结果发现呢 这橱柜里呀 都是一些炸药 导火锁 军服之类的 并没有 枪支弹药 见到他哥半天不出来呀 王波也忍不住 想进去看看怎么回事了 先想反正那小徐 已经被绑住了 不怕他逃走啊 但是那小徐呀 是个挺聪明的人 他呢 趁着王波不注意 迅速的从这裤袋里呀 就掏出了一把 咸脚小剪刀 咔嚓咔嚓呀 不大一会儿 就把这绳索剪断 飞奔出门呢 但是小徐呀 毕竟年轻 他逃跑出去的时候 心情啊 非常急迫 没有顾得上门 这扇木门呢 咣当一下 就重重的怪上了 王家兄弟一听啊 赶紧就追出来呀 一看 这小徐逃跑了 马上就追赶小徐 一直追到了附近的锅楼市 大过年了呀 地质机关大院里边 只有这锅炉房啊 还有人呢 在值班 当时呢 这边啊 小徐呀 就冲入了 锅炉房 大喊救命 锅炉宫啊 老唐啊 以为这里来了小偷 或者强盗 他顺手啊 就操起了一根铁棍 王家兄弟这时候 也迅速的冲了进来 看到这个老唐 手里有武器 王浩啊 抬手啊 就是两枪 砰砰 老唐胸腹部 是连中两弹 当场死亡啊 王浩这时候 压着小徐就回来了枪库 让他指出 哪里 藏有枪弹 在小徐的引导介绍下 王浩打开了一个储柜 取出了一支啊 比较冷门的 六三式的自动步枪 和大约一百发子弹 这个六三式的步枪啊 它呢 是一种解放军使用的 特殊的 这种自动步枪 这种步枪啊 是文革时候的产物 可以说呢 这是用来呀 用于这个人民战争 全面的游击战 这个枪呢 可以半自动的射击 精度呢 非常的好 节省子弹 也可以呢 全自动的扫射 压制敌人 这个枪的设计呀 可以说呢 比较陈旧了 再加上啊 文革期间呢 这个工厂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 生产混乱 所以那个枪支质量啊 是非常差的 到了1978年 解放军就撤装了 不过呢 地方部队呀 还有几十万支这种枪 地质队的长枪啊 大多都是那种 半自动的五六式 这种枪一般呢 用来打猎 此时王浩 要火力强的枪 小徐就推荐他了 说呀 哥 你用这个六三式的 自动步枪吧 拿到枪以后啊 王浩想了一想 觉得没什么必要 杀掉这个小徐 他们就压着小徐呀 再次走到了咕噜房 用六三式的 这个自动步枪的枪托 对准小徐头上 是猛砸了两架 卡卡 小徐顿时就被砸得 晕死了过去 成为了这一系列的杀人案 当中的另一个幸存者 王浩回到了枪库 就把找到的炸药 导火索 雷管之类的 胡乱的丢在了地上 然后又泼砸了一些汽油 点燃报纸之后 就扔了过去 眼见枪库起了大火 王浩啊 这才背上了长枪 胯上了手枪 对他弟弟就说了 弟啊 下面我用不着你了 你没杀人 你自己回去吧 以后啊 要靠你自己了 哥哥我就去了 你记住 不管做什么 千万不要让人瞧不起 也不要被人给欺负了 王浩哭着点着头啊 回了家了 这边 王浩开始执行 他的报复计划了 他首先报复的 第一个人是谁啊 就是啊 住在附近的保卫科长老县 王浩认为这家伙呀 仗着和李建刚的关系不错 故意的包庇李建刚 不让他坐牢 况且呢 王浩心想啊 这老县身上也应该带着枪 离他住这个宿舍区啊 留着他呢 很危险 所以呢 最好提前要把这个保卫科长老县干掉 说起来呢 王浩这小子呀 比较狡猾 为什么呢 他呀 算起到这个老县呀 可能未来会拿枪去追捕他 所以他跑到老县家 没有应来 而是敲门了 蹦蹦蹦蹦 县科长 县科长 不好了 保卫科失火了 你快去看一看 听说保卫科失火了 老县赶紧穿上衣服 戴上被枪 跑到院子里 果然呢 远处啊 隐隐的 有火光闪现 老县是焦急万分了 急忙打开了门 谁知道 他这门刚一打开 王浩的自动步枪就打响了呀 喷 老县的胸部立刻中弹 仰天跌倒 王浩怕他没死 又对准他的头部捕了一枪 喷 听到了枪声啊 老县的老婆慌张的跑到院子里 大声的喊道 怎么回事啊 这这是什么声音呢 出什么事了呀 王浩上前对准这个女人 也是一枪啊 砰 子弹是穿胸而入 就把这个女人呢 打死在了当场 王浩上前搜了一下 从老县的身上 掏出了一支六四式的手枪 和七发子弹 他随手啊 就装在了口袋里 这周是新年呢 这晚上隔山擦五的 居然放鞭炮啊 所以啊 这几声枪响啊 并没有引起周边邻居的注意 杀了老谢之后 王浩是杀气腾腾 直接就奔向了李建刚的家中 马上就要到李建刚的家门口了 李家对门的这个冯家男人老冯啊 正好啊 带着女儿上街呢 迎面就遇到手持长枪的王浩 老冯知道情况不对啊 就说了 王浩 王浩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怎么光天花儿之下 他还枪乱走啊 王浩根本没说话 上去对准老冯 就是一枪 砰 这次弹呢 就射入了老冯的肚子 把他打成重伤倒地 见到自己的父亲被打倒了 十多岁的冯家女儿啊 立即尖叫了起来 王浩又连开两枪 把这个十多岁的女儿 也打死在当场 见到老冯还在挣扎 王浩上前又对准 他的脑袋捕了一枪 砰 射家女儿惨叫一声啊 死在了当场 射家女儿临死前的惨叫声 被几米之外的 李建刚的全家人就给听到了 其实啊 自从李建刚 把这个王浩给揍了一顿之后啊 他心里边啊 也有一些害怕 没什么呢 他从小看着这个王浩长大的 他知道王浩这小子呀 骨子里特别凶啊 做事不计后果 这几天呢 李建刚可以说是颇为的小心谨慎 平时出门呢 都带着弹簧刀 防止被王浩兄弟暗算 这时候 他听到门口有女人尖锐的叫声 李建刚很聪明的就出去查看了 推开门的时候啊 李建刚恰好啊 同这个身上带血的王浩 面对面的遇上了 双方死时相距不过五米的距离啊 王浩看到仇人 顿时眼睛都红了 举起长枪 就照着李建刚就打 没想到啊 之前我说了 他用的这个六三式的自动步枪啊 挺垃圾的 这种关键时刻卡壳了 没打响 这一枪没打响 李建刚反应也很迅速啊 立即转头就朝着家里跑啊 这边 王浩又用力的拉拉拉 六三式的自动步枪的枪栓几下 发现枪栓拉不动 而李建刚呢 已经跑到房间 王浩顾不上处理他这个枪支故障 丢下长枪 拔出另一把五四式的手枪 就追了进去 大声的喊道 王八蛋 你给我站住 我要杀了你 李建刚这家伙 此时也顾不上别人了呀 到了房间之后啊 大喊一声 快跑快跑 王浩来杀人了呀 随后啊 这大胆临头各自飞啊 他顾不上坚持的老婆儿子了 自己跳窗啊 就逃到了房屋后 撒腿又跑啊 李建刚他老婆反应也是非常迅速啊 他这时候一听老公说这个话 立即拉起身边的这个小儿子 就开始跳窗 准备逃跑 他家大儿子呀 在这个外边串门呢 没在家 还运气的就躲过去了 话说两个人刚刚是跳窗出去 王浩就冲进了房间 隔着这窗户连射几箱啊 碰碰碰 李建刚的小儿子呀 就被王浩啊 给打成了后背 啪的一声啊 倒在了地上 李建刚的老婆急忙去托儿子 可是那里托得动啊 要放弃自己儿子逃走 他怎么也舍不得呀 王浩迅速的跳窗追出 但是李建刚此刻已经跑远了 王浩见到追不上了 举起五四式的手枪 远远的连开了四枪 碰碰碰碰 射光了他的弹夹 但是还没有打中 最该杀的李建刚竟然逃跑了 王浩是极度的懊恼啊 用力的把手枪啪 就摔地上了 他还有枪啊 随后他又拔出了另一支六四式的手枪 慢慢走到李建刚的小儿子 和他老婆的面前 此时小儿子 已经被打成重伤 流了一大滩的血呀 已经不能动摊了 李建刚的老婆抱着儿子呀 用手啊 拼命的去捂住伤口之血 眼见着王浩举着手枪走过来 李建刚他老婆本能的 用身子挡住了儿子 对着王浩就说了 王浩 你要杀 就杀我吧 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杀他 王浩这时候啊 已经煞忘眼睛啊 用手枪 对准了 李建刚老婆的脸 就要一枪啊 把李建刚他老婆打死 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那一刻 也不知道王浩这时候想起什么事了 竟然下不了手了 他无论如何 也扣不下扳机呀 想着自己从小到大 就是由这个小姨照顾 自己呢 还对小姨产生了爱恋之心 所以呀 想起种种过往 他叹了几口气 转身就走了 他放弃了杀死李建刚的老婆 和李建刚垂死挣扎的儿子 再次爬进院子 捡起了长枪 把这长枪的故障给排除 继续去杀别人了 这李建刚他老婆本来呀 闭起眼睛 已经等着要死了 哎 等了半天也没听见枪声 睁开眼睛啊 看到王后 王浩啊 已经走了 他顾不上多想 急忙把儿子拖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躲藏了起来 李建刚的儿子呀 这一次重伤未死 但是也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那在王浩看来 要把对他造谣的冯家 全给杀了 还有徐家 周家 张家 这三家人 也全给杀了 话说听到这一个连续响起的枪声呢 不远处的这个邻居 徐家老两口啊 也出门查看了 见到王浩这时候 举着长枪走过来 徐家 老两口吓得转身就跑啊 但是呢 徐家这两口啊 由于年龄较大 女人一惊之下 当时尿裤子了呀 哪里还跑得动啊 男人拖着老婆 也跑不快呀 王浩毕竟是个年轻小伙子 几步就追了上去 砰砰砰砰 一顿乱枪 就把两个人打死在了当场 这时候啊 徐家女儿也出门查看 王浩对准她呀 连开三枪 砰砰砰 徐家女儿啊 这脸呢 都被这个王浩的这个枪啊 给射穿了 惨死在当场啊 杀了两家人 王浩是意有未尽的 他把这个长枪的弹夹 再次装满 就来到了周家门口 一脚踢开房门 周家这一家人呢 为人呢 比较贫困 一家屋口人 正在家里围坐一圈 干着一些手工活呢 王浩啊 二话不说 用自动步枪连续扫射 砰砰砰砰砰 一时时间 这一家屋口啊 全部都倒在了血泊当中 都被这个王浩给打死了呀 杀掉了这两家 最后还剩下一个老张家 这老张家呀 距离这附近比较远 王浩走了几百米之后 用力的踢开老张家大门 没想到 老张家的大门 天不够结实啊 王浩踢了半天 没踢开 王浩就考虑 翻墙而入 但是他背着一个长枪 非常不方便的 没想到这时候 老张家的岳母啊 正在熬中药 这时候他听到啊 有人提门 就打开房门 询问是谁 王浩根本就没说话 上去当凶一枪 砰 就把这个老太太给打死了呀 然后他再次的冲入李家 哎呦的找人射杀呀 杀这一家呀 是血流成河 至此 王浩啊 已经杀害了 十九人之多 重伤了两个人呢 光是杀仇人 已经是这个深夜了 王浩此时自知自己 死路一条 就开始逃跑了 心想多活一天 就是一天啊 这家伙呀 其实挺狡猾的 他在这个保卫科 放火的时候啊 就顺手的 拿走了队里啊 这小车的钥匙 此时呢 他跑到队里的车库 用这钥匙 打开了一辆北京吉普 沿着公路啊 迅速逃走了 这辆车没有多少汽油 开了几十公里就没油了 王浩只好拦路抢车 拦路了一辆大卡车 这卡车上啊 有两个司机 这司机见到有人呢 吃香抢劫 急忙倒车小逃走 王浩见状 对准驾驶 试试连开几枪 就把司机当场给打死了 司机的副手啊 却横竖的逃不走了 抄起他防身用的这个扳手啊 下车就要和王浩拼命啊 结果啊 他刚刚跳下车还没站稳呢 就被王浩一枪啊 打中了脑袋 脑将四箭呢 蹦裂而出啊 惨死当场了 王浩会开车呀 他驾驶这辆大卡车 沿着公路啊 就开始高速的逃窜 这时候啊 保卫科的大火呀 就把这保卫科里的炸药给点燃了 随着一声惊天的巨响啊 整个保卫科全都被炸毁了 旁边的几排地质队的办公室 也全都被炸毁了 要说起来 王浩这小子呀 也算是够牛逼的了呀 你说又杀人 又炸楼 真的是把事情给做绝了呀 出了这么大的事 县市公安局 当然接到报警 开始四周紧急的 设置关卡进行拦截 时间呢 到了早上六点多 王浩就驾车 来到了一座公路桥上 这时候他发现呢 有三名啊 持枪的民警 正在盘查过往车辆 王浩这家伙可是挺凶的呀 他毫不犹豫的 就举起了五四式的手枪 伸出车窗 对准民警的连射树枪 同时加速的开车冲过去 民警们刚刚啊 还击了几枪 对方的卡车呀 就已经冲过来了 这座公路桥很窄 民警呢 是退无可退呀 万般 无奈之下 就只能跳桥躲避了 王浩啊 是貌似就冲过这座桥 这家我说了 非常狡诈呀 冲过桥之后 就把那卡车也丢弃了 他连续呀 又换了几辆车 紧接驰 防止被警方给锁定 最后呢 他呀 是消失在了附近的森林之中 警方经过紧急讨论 认为现在呀 是冬天的严寒时刻 森林中的气温呢 是零下三十多度 王浩不可能 在森林之中长期躲避 肯定要找人家躲藏 这王浩啊 并不知地痞流氓 也没有钻钱科 没有逃亡的经验 再加上 他年纪二十一岁 社会用的力呀 也不怎么丰富 没什么朋友啊 最有可能的 就是会去熟人家躲藏了 于是民警啊 就在这个王浩地质考察期间 曾经住过的几个老乡家里 去摸底 哎 毫无费力的 就找到了王浩了 最后啊 抓住了杀害二十一个人的 持枪歹徒 王浩 也是颇为让人无语的 为什么呀 警方根本呢 就没有用强攻 而是让村长和几个村民呢 混入王浩躲藏的老乡的家里 这几个人呢 装作根本不知道 这个王浩犯的事 一味的招待他喝酒喝酒啊 自觉活不了几天的王浩啊 抱着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想法 竟然就被这群村民呢 灌的是酩酊大醉 等王浩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身在大牢里边了 话说呀 这起案件呢 可以说让人是匪夷所思啊 似乎啊 觉得呀 是不可思议呀 站在王浩的角度 作为一个性质偏激的人 被人这样揉捏 他肯定是要报复的 由于那个年代呢 民间的枪支很多 所以啊 他才得以杀害了二十一个人 但是啊 就算那时候没有枪啊 这王浩肯定也一样会去杀人呢 只是效率没这么高罢了 最后老刘啊 总结啊 在很多中国刑侦大案当中啊 几个次 作为这个案件的原因呢 穷生盗 奸生杀呀 说来说去 二十一岁的 这个王浩啊 还是因为啊 他自己的 对着小姨的 这个不伦之恋 不伦的想法 最后呢 到激愤杀人的 所以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 以此为谢呀 把握好自己的人 人生脚步啊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一节目 我们再见